哈喽Doctor 今天我们就要连线和桃园闽胜综合医院 牙科的主任 牙科部的主任蔡孝成蔡医师 一块来聊聊这个话题 蔡医师你好 主任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蔡医师我先请教一下 这个所谓的口腔癌 它发生的范围 最常见的大概是在嘴巴里面的哪个部位呢 最常见的大概是舌头和夹粘膜 舌头和夹粘膜 夹粘膜就是两颊的内侧是不是 是 那它口腔癌它早期会有什么症状啊 它早期你会发现口腔内部有肿脏硬快 或是颜色改变 有时候可能口腔会有长期不愈合 或口腔溃疡的情形 那有时候口腔里面会有麻木感 疼痛或是触碰会痛 那有些人他有出血 不明原因的出血 那或是出现红白斑 那有时候舌头活动受阻 颈部有这个不明原因的肿快 或是有些人脏口困难 或是吞腱的时候会有疼痛 或是牙齦肿脏 或是像拔牙后伤口一直不愈合 这都有可能是口腔癌的症状 那您说这个口腔里面会有一些伤口 那像我们有的时候说上火了 长一个额口疮 那这个额口疮不是也很常见吗 那额口疮如果多久不好 我们就要怀疑说可能是不好的东西呢 一般我们发现 大概两个礼拜以上 如果你发现你的肺痒都没有好 那我建议就赶快去医院 去赶快就诊会比较安全 是 那这个吞咽不好 像很多老人家 他不是本来吞咽能力就不太好 那吞咽能力不好 会不会也是这个口腔癌的增长之一呢 当然老年人他的这个血条 口腔血条的作用会比较弱了 肌力低肌肉的力量 或是脱衣腺有时候会退化 感觉会比较迟缓 当然有些是吞咽会比较弱 那可以借由一些口腔肤腺来达成 但是如果是 当老人家发现 口腔溃疮没有好 两个礼拜以上 或是有些麻木感 或是有出血 或是他是有在抽咽 或有脚冰狼血高危险群 这个当然就有可能会怀疑 跟联想到口腔癌 那如果要确诊的话 我建议 如果在开车的民众 或在家里 他可以照镜子 看一下说 嘴巴里面有没有什么硬块 或白斑 或是红斑的情形 如果这种状况 可以赶快至医疗院所 跟我们进一步的口腔检查 是 那您刚才讲了说 有的人拔牙 就觉得这个伤口不好 可是有的时候拔旧尺 那个伤口真的很大 他一定会在两个礼拜内愈合吗 他有些是 他如果是口腔癌的病人 他有些他是会更晚 甚至他不会愈合 甚至他不会愈合 所以这个原因上还是回到医疗院所进行进步 就诊会比较安全 是 讲到这个口腔癌 大家会直接联想到吃槟榔 这个吃槟榔跟口腔癌 它有绝对的关联性吗 有一般我们吃槟榔 它最主要是我们口腔癌的这个耗发因子 如果又抽烟喝酒 嚼槟榔 这三种一起加起来 是一般人得到口腔癌的123倍 所以是最主要主角其实就是槟榔 关联这样大 可是我们也听过很多红唇组在讲说 槟榔你只要不要夹什么红白灰 红灰白灰的就不会致癌 那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 当然不对 我觉得网络谣言 因为本身槟榔就是一个最大的致癌因子 不管有没有加红白灰 它本身就会致癌 就会造成你嘴巴口腔纤维化 还有癌症病变或是口腔癌的情形 那蔡主任你刚才提到就说其实像这个烟酒 冰榔我们联想到都是一些刺激性的东西 那如果说像有的人喜欢吃热的东西 喝咖啡要喝很烫口的 但这些比较烫的东西会不会造成口腔癌的发生 也会 因为有些人他没有抽烟喝酒叫冰榔 但他很喜欢吃很烫的牛肉面 或很烫的咖啡 或是很烫的喝很烫的茶 或是很辣 就是太刺激太辣 其实这也会造成口腔癌或其他头颈癌的发生 所以太刺激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不OK的就是了 是 那蛀牙会不会导致 那很多人就说我有常年的牙周病 或者是我蛀牙很严重 那将来会不会演发成变成口腔癌 有这个风险吗 其实口腔癌还是需要HPV 人类乳突病毒的驱动 所以一个口腔卫生很差 尤其是他口腔里面有伤口 那都会造成口腔癌的一个温床 所以要定期去洗牙或是请医师帮你把口腔卫生把它做好 还有自己本身清洁也是要非常注意 才会避免口腔癌的发生 所以照蔡主任的讲法就是说其实蛀牙的这种菌跟 所谓的这个乳突病毒是不一样的 所以应该不至于说因为蛀牙而导致口腔癌 口腔癌就对 口腔卫生 口腔卫生一定要注意 不要有什么不好的不良的口腔行为 以免都高危险群 还有人跟我说 他说有的老人家那个甲牙太松了 这个全口甲牙 郎郎的这样 他说这样子会容易造成这个牙龈被磨伤 磨伤的话就会容易导致 这个癌痫病变是真的有这样的事吗 他这个一般老人家的甲牙有时候不是很干净 有时候他说从别的地方拿到的 他别人朋友给他他也拿来带 但是还是需要这个烟酒檳榔 就是他今天他有伤口 那再加上那个 刺激性的东西 爱化刺激啊 太烫啊 或是太辣 或是刚刚有抽烟又喝酒 叫檳榔 那就再加上他有不好的这些 这个不fit的 这些不合适的这些假牙 一些造成他这个外伤 这些都是很容易 那个口腔会容易感染 蔡准口腔癌有没有遗传性 很多癌症都有遗传性吗 那口腔癌有没有 他当然有时候跟家族的一些习惯有关 他就说阿公吃槟榔 爸爸也吃槟榔 小孩子也吃槟榔 这种文化习惯的话 他们这个家族本身对于 这个口腔癌的好发性 他就比较高 倒不是基因的问题而是生活习惯的问题 是 那蔡主任这个口腔癌 他的分期跟一般的癌症一不一样 像一般不是都分四期吗 那口腔癌是不是也是 他也是一样 他如果将有分一般癌症也是分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 那尤其是他的第四期大约是癌症侵犯附近组织或淋巴 转移大于三公分或是有远端转移 与分期是差不多的 那目前在治疗上面 如果说是早期的口腔癌跟这个三四期的这个口腔癌 在治疗选择上面有什么样的选择 还有主流 一般就是手术切除或还有颈部淋巴清除 还有化疗还有放测间治疗 那手术是排在第一位咯 一般口腔癌手术其实效果会不错 尤其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其实手术完效果都会很好 那长在舌头上面会不会将来就没有办法 在说话方面就说不清楚了 或者是进食上面会不会受影响 其实还好了 如果早期发现 其实他会所切的并不会那么多 术后可以就有我们口腔腹腹腹腹腹腹腹师会帮我们 无论是唱歌啊或是一些口腔腹腹腹成 让你恢复到原本的一些功能 其实术后的这个预后还是不错 这个手术会不会影响外观呢 像如果说比方说你在这个内侧的这个夹捏膜的地方 动了手术切除一些的话 会不会让外面看起来就是整个脸型都会变呢 当然啊 早期发现早期ении 如果说只是癌症出气的话 当我们切的范围当然不会那么多 其实切完以后跟常人其实没什么差别 但最怕的就是拖到太久 它已经到了骨头 磁槽骨 二骨 或是到其他远端的位置 当然我们会借由皮绊的重建 然后让它恢复到大约的外形 当然是拖了越久 它的外形当然会改变比较多 当然这也是借由我们其他整个口腔癌 头颈癌的团队一起让整个他术后的生活 能够回到正常的轨道 是 像这种头颈部的癌症 听说这个预后是比较危险的 那像做化疗或者是做放射线治疗 它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 当然了 化疗它本身会有耳心呕吐的情形 会掉头发吗 现在其实我们的都很进步 其实都还不错 还好 电疗的话本身它是会 有时候我们电完以后它会那个红红的 红红红的 那嘴巴口腔会有黏膜炎 或是有口干的情形 而且会有牙关紧闭 或是皮肤的纤维化 有些人它味觉会改变 但是这款就是借由后续的副件 来让它恢复到原状 那这个我们都有很好的支持的团队 让无论电疗和化疗 这些病人能够恢复到生活的常规 蔡主任 像这个一个口腔癌的患者 从确诊到这个治疗到完成 大概疗程需要多长的时间 包括了在手术以后的化疗放疗 这当然是要看它的癌症的情形 看它有没有远端转移 那一般你就如果早期发现 其实那个手术的过程 还有电疗化疗 它的治疗期间都是没有那么的长 但如果今天是已经有远端转移了 或是它已经脱比较久了 或是它已经很多原因 它的话它的治疗是要非常的小型 而且非常的长期 因为它是假设你已经是第四期的 它的复发的几率它会非常高 所以这种病人都要远离 一定要远离烟酒 槟榔 或甚至太烫太辣 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 讲到这个癌症 大家最怕就是转移 那口腔癌它最容易转移的是哪些部位呢 口腔癌它最容易 它除了假设继续有在抽烟喝酒 搅槟榔 它是除了原本的那个位置 可能会在复发以外 或是其他的 无论是这个我们的颅底 或是我们的喉癌 喉癌的部分 或其他远端的转移 或是肺脏或是肝脏 它远端的转移 这都有可能会发生的 是 那这个口腔癌 一旦的这个治疗的疗程结束之后 那后续还要做什么样的这个保养 需不需要说 每天固定要用漱口水了 或者是饮食方面 是不是需要用流职的 或者是有什么样特殊的一些要求呢 当然第一个就是要远离这个烟酒 槟榔 这个是一定要远离 因为很多人病患 他们开完以后 他们觉得因为现在的艺术很好 很进步 所以他们开完以后 他们觉得没什么差 所以他们又重新回到那个 有抽烟喝酒 搅槟榔那个生活 那样的复发几率是会非常非常的高 那再来就是有些二手烟 有些是他自己没有在抽烟 可是他的家人又继续在抽烟 他的生活环境 像还是充满的二手烟这种毒害 再来就是有太烫太辣 虽然说他可能没有在抽烟喝酒 搅槟榔 但是他还是习惯继续在太烫的 咖啡啊或是牛肉面火锅 或是太刺激的食物 这些都是都有可能会促进 他的口腔癌在复发的造成 所以最主要是还是要保持一个 健康乐活的生活 能够远离这不良的习惯 造成他口腔癌的因子 这个都是我们整个团队要协助病人 或是家属要协助病人 还有自己要决心远离抽烟喝酒 搅槟榔这些坏习惯 让他可以彻底的躲避 这个口腔癌复发的情形 好蔡主任 您刚才一再提到的 就是说其实对付口腔癌 是需要一个团队来合作 大概会用到哪几科的医师 大家来会诊来帮忙 那这个动手术 是牙科医师来主导吗 还是说还有其他的 这个医师要帮忙呢 最主要是手术的话 一般是口腔外科医师 或者是W科医师 或头颈癌的外科医师 在进行 那再来就是还需要肿瘤的团队 无论是化疗 或是放疗的肿瘤团队 还有在有些要进行 比较大规模的 大范围的疲伴修补的话 可能会请到 等型外科团队进行介入 那术后的话 我们会有这个 复健科 或者是这个精神科 来进行整个团队 或是营养 营养科 他们一起进行这个 病人的术后重建 所以它是一个很完整 情之有年的整个 口腔癌的 或头颈癌的团队 在支持这个整个治疗计划 那我最后就问一下 就是说是不是一开始 要做出诊的时候 是先到牙科来做一个检查呢 其实现在我们国健局 除了一开始 当然是牙科或口腔外科门诊 现在其实在各 医科 各科其实也有口腔癌的课 口腔粘膜检查的课程 所以有些一般基层院所 他们也可以提供口腔癌 口腔粘膜筛检的服务 所以 在初期我们发现 有口腔粘膜异常的征兆 我们就可以去进一步去 口腔外科的门诊 或是额比欧科的门诊 进一步的去切片 进一步的去病理的检查 那如果是 癌前病变的话 那原理上我们会 跟病人告知说 不要再有一些不好的 无论是抽烟喝酒 交病囊 或是吃太烫太辣 这些的不好的习惯 那假设是初期 或是口腔癌的发生的话 我们当然是整个团队 我们会介入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把这个口腔癌 这个病 致病因子把它解决 让病人回到一个 生活的正轨 是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桃园闽胜综合医院 牙科部的主任 蔡孝成 蔡医师帮我们做了 专业的说明 谢谢蔡医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